在第四季度,政府會出售一幅 位於元朗創新園附近的工業用地 用來發展多層現代產業大樓 一方面是推動產業的發展 另一方面是用比較有土地效益的方式 為我們的棕地作業提供一個發展空間 這幅工業用地是大約3.2公頃 可以提供大約16萬平方米的樓面面積 有別於以往的工業用地 我們會有一些特別的要求 我們會透過賣地條款要求發展商 將不少於不少於三成的樓面面積移交給政府 以便政府可以用相約於中地市場的租金 即是一個比較優惠的租金 將這些樓面面積出租給受政府發展影響的 中地業務經營者 私營房屋土地方面的情況 在第四季度我們預計會有八個私人發展和重建項目 在這個季度裡完成所需的地契修訂 一共可以提供1630個單位 加上今年早前 這個財政年度早前曾經流標 而香港房屋協會 目前已經同意了承接的全灣油金頭首次項目 裡面的1,940個單位 這個第四季度的私營房屋土地供應 預計可以支持興建大約3570個單位 考慮到這些不同來源的季度供應 以及本年度供應的額 額其實相當接近年度供應的目標 加上近幾個月市場投地的氣氛是較淡靜的 所以政府在第四季度 就不會另行推售住宅用地了 考慮到目前商業樓面的空置率 仍然是一個較高的水平 我們也都不會在今季推出任何的商業用地 加上將來感興奮到 Season 6 最後就是想要關注於第二季度 前面的空間 測試不止 前面的空間 散捲滅 在希望能為全球